这是伊朗袭击以色列后 伊朗人民欢呼的场面 他们拿着国旗 唱着国歌 挥舞着手臂 为自己国家发动的反击 欢呼雀跃 有的伊朗民众 更是在首都德海兰的中心广场上 然放起了烟花 仿佛打了圣仗一样 广场中心还挂着一个巨幅的海报 上面写着 下一个巴掌会更狠 他们下一次犯错 将是你们虚假国的末日 这是以色列遭伊朗袭击后 以色列民众惊慌逃亡的场面 他们尖叫着 拥挤着 纷纷向着地下防空洞奔去 场面十分混乱 真的是一个中东 两个世界 根据以色列军方的统计 4月13日晚到4月14日凌晨 伊朗一共派出185架无人机 发射了110枚导弹 外加36枚巡航导弹 对以色列展开大规模袭击 直接让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拉响了724警报 导致以色列民众惊慌逃窜 边逃边大声呼救 生怕被伊朗的导弹击中 而以色列军方却非常淡定 连也发出声明 我们以色列机制的防御系统 拦截了伊朗99%的导弹和无人机 没有一架无人机飞入以色列领空 言语间充满了骄傲 像是在说 你们伊朗的导弹不行啊 都被我们以色列拦截了 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那么伊朗袭击以色列后 美国又有什么反应呢 点个关注 咱们接着往下看 以色列遭伊朗袭击后 美国有什么反应 为什么拜登让以色列别还手 美国在中东的软弱 让人难以置信 愿上帝保佑以色列人 他们现在正受到攻击 这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公开发表的言论 而他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在伊朗袭击以色列后 拜登就立刻给以色列打电话 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 美国将反对以色列 对伊朗的任何反击 并不会参与其中 奉劝以色列到此为止 美国的国防部长也说 以色列在做出回应前 一定要先向美国通报 生怕以色列干出过激举动 连累他们美国 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 当初以色列对加沙进行灭族式的打击时 全球150多个国家都在谴责以色列 劝他停火 只有美国在坚定地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苍穹 以色列的隐形轰炸机 都是美国支援的 可为什么到了伊朗这 拜登就劝以色列不要反击呢 说白了 美国都是为了自身利益 因为美国深知 伊朗和以色列 作为中东的两大霸王 军事实力都不弱 一旦爆发战争 必定是一场持久战 势必会给中东的能源市场 带来巨大波动 石油 天然气的价格 也一定会蹭蹭往上涨 这将会给美国的经济 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让原本就不富裕的美国 更加雪上加霜 这绝不是美国想看到的局面 再加上一个俄乌战争 一个巴以战争 左边乌克兰 右边以色列 早已搞得美国焦头烂额 最关键的是 这件事原本就是以色列有错在先 它先是炸了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 导致7名伊朗军事人员牺牲 后又不道歉 不解释 伊朗的反击合情合理 伊朗对以色列的反击 会引发中东大战吗 4月13日晚 伊朗派出100多架无人机 和36枚巡航导弹 对以色列展开大规模袭击 彻底引爆整个网络 所有人都在说 伊朗真硬气 果真是有仇必报 可就在大家都以为 伊朗会有更猛烈的袭击时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 却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 可以视为已结束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为什么伊朗只袭击以色列一次 就宣布结束了呢 因为伊朗并不想真的和以色列开战 这次袭击 也只是对以色列突袭伊朗大使馆的报复 让以色列知道 他们伊朗不是好惹的 最关键的是 以色列背后还站着美国 虽然拜登嘴上说 美国不会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反击 但如果伊朗和以色列真的开战 美国必定不会袖手旁观 中东是石油美元体系的根本 美国要想不失去对中东的控制 就必须力保以色列 而以色列也不想真的和伊朗开战 他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 只是想拖美国下水 因为美国在安理会巴以临时停火决议上 投了弃权票 这让以色列担心 美国会削减对他们的支持 与其自己被动 不如背水一战 所以以色列率先挑起了这次袭击 至于是否会引发中东的全面战争 关键还得看美国 那么以色列这步棋能如愿吗